地方好像有预设一个bug 这个Spider,理论上是我这边按Enter 他这边应该帮我按一个TAB键 可是后来我查了一下 我发现这边好像TAB应该是 或者一个TAB或者是四个空白 可是后来发现 这边居然只有三个空白 我不知道这为什么 后来我发现我把这边再加一个空白 那底下这边再补一个空白 那这个bug就消失了 所以这边的话请各位特别小心 这个好像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过 尤其是在那个Hire回圈底下 如果你发现有这个叙述错误 就是说牌的数量不正确的时候 你可能注意一下 检查一下这边是不是 一二三四个 如果不是四个像我刚刚是三个的话 那你再补一个就正确了 OK那这边执行的话 结果应该 就会是得到我们要的结果啦 OK 好那再来的话呢 基本上 大体上是两个解法 要不就是 改成FOR回圈 要不就是再加一个 等于是计数器啦 OK 那也就是说 当然也有方法三 方法四啦 其实方法很多啦 也许你们可以再想想看吧 那只要是那个方法合乎逻辑 而且 程式码不要太复杂 那都是对的啦 OK 所以基本上 那我们 这个证照考试 他也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也就是说呢 只要是符合他的逻辑规范 你写出来的程式没有bug OK 那基本上 他都能够接受 这一点 请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 继续再来看 就是说 后面还有一个题目 就是叫month CAI 在month CAI OK 那这个month CAI的话 主要 的原理原则是这样啦 因为那个 这个英文的 月份 他跟 中文的月份不太一样 他特别还有 每个月份 其实他都会有一个名称 每一个名称都不一样 不像说1月2月3月 就有点像我们直接 就一个叙述下来就OK 所以呢 假如我今天希望写一个 month CAI 就是有点 像那个阴番中的一个练习程式 这个练习程式的话呢 就是说 我希望呢 假如执行这个程式的时候 他可以怎么样 他可以 就是动态的去捞 1到12月份的那个英文 OK 就动态的喔 所以动态的话就是乱数啦 也就是1到12月份 随机的 帮我捞一个月份 所以你会发现 我执行 我下一次 我如果重新再执行的话 他下一次的月份又不一样 另外的话呢 这个 英文的部分 他后面会让你去猜 说这是几月份 当然如果假设我猜一个错误的 OK 那Enter的话呢 他会说答错了 一样啦 如果你 一直猜 这个当然也是没有限制次数啦 我理论上应该要让他限制次数 就最多只能猜几次 OK 而且可能他要防呆一下 他可能输入的 不是数字的话 当然也不行 那一定要是输入正确 输入正确的话呢 他就怎么 他就 答案正确 然后呢 就离开 这个回圈了 那这个程式呢 该 如何撰写 OK 主要是 这个题目部分 那 我们大概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 我们可能要了解说 这个地方的 这个程式 第一行 各位应该 不 这个不陌生啦 因为呢 如果我今天要从1到12月份 随机撈 一个月份的话 那一样 我们 会需要 呼叫那个random的 叫random range 那因为呢 我要从1到12月份里面撈一个 所以这边的话 1到13 那就是 帮我 产生一个乱数 好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需要怎么样 产生英文的清单 那这个英文清单 特别注意 1月到12月份 那这个地方可能 我们会用到一个 资料形态 比较特殊 这个 这个资料形态的话 他不像说数字 或者文字 数字跟文字 只能放一个资料 可是将来如果你有 多个资料 比如说你 1月到12月 总共有12个资料 12个文字 要放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是放在哪里呢 应该是放在一个清单里面 有点像是那个Excel里面 Excel 不知道 Excel应该比较好理解 Excel里面的话 实际上 它本身就是一个清单 所以我们如果说 假如要从清单里面找资料的话 另外 另外顺便讲一下 假如说在Excel里面 我们要产生1到12月份 其实蛮简单的 你先输入 但你一定要先输入1月份 General 这个一定要输入进去 然后你把它往下填满 到12的话 放开 你会发现 它会自动帮你把1到12月份 就自动产生了 那实际上这个就是所谓的清单 那可是问题 在Excel里面这个 可以很方便 可是在Python里面 因为不像Excel有一个像这样的工作表 所以如果你要产生清单 记得它的原理就是 记得 变数后面用中刮符 表示 一个清单 清单的 资料形态名称叫List 不过 一般我们书上 会翻译也许叫串列 不过我觉得叫清单 List本来就清单 那一般我们翻译叫串列 串列不就清单嘛 所以这个名称的问题而已 再来的话呢 记得 在每个资料的中间加逗点 你就可以放多个清单资料 那这个List怎么产生呢 实际上我是从 从Excel里面 反正就输入一个Genery 然后呢 再把它向下填满 然后把这个范围复制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 变数的后面 有没有 然后呢 在这个变数的 后面 记得前后加 双引号 资料跟资料中间加逗点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会得到 1月 2月 3月 一直到12月 不过呢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第一笔资料 你会发现 我刻意 把它 放了一个空的资料 你想说 为什么老师 你这边为什么 特别放个空的资料 原因很简单 因为 这个串列 它的编号 在Excel里面从1开始 可是喔 特别注意喔 在Python里面的串列 它的编号是从0开始 那也就是说 如果呢 以前 我们 写成这样的话 就是前面没有多一个空白的话 那1月 以后的编号是0 那这样很麻烦 什么麻烦 也就是说 1月 你就要把它-1 2月的话 编号 你也要把它-1 3月你也要把它-1 所以喔 这样有时候很麻烦 因为两边不match 那经常造成就是说 你那个 在乘4的叙述里面 经常要加1-1 然后这个range Range就变成说 你要从0 0到11 所以有时候 这个脑筋有时候要转 所以后来我发现 实在是很难理解 所以干脆这样好了 我在什么呢 在这个编号里面 干脆就加把第一个 0的部分控下来 这样问题就大大 就已经 几乎就解决了 那当然会有一个缺点 就是会浪费这个空间 不过这个浪费空间的话 顶多给你浪费一个 两个byte好了 两个byte其实说真的太小了 微不足道 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 第1个 我们需要 跟刚刚那个范例一样 用random range 产生1到12 OK 第2的话我需要个清单 清单的话基本上原理原则跟easeal很像 不过你们会发现 easeal好好用 不过因为easeal 它是付费软体 也就是说它有付费的前提 所以很多事情都帮你 准备的好好的 那python的话 因为它免费软体 它是自由软体 所以很多 少了一些东西 不过没关系 我们可以转个方式 然后把资料放过来 中间记得加豆点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将来呢 如果要取得什么 取得1月的这个字串的话 其实 就只要什么 告诉它说 我ms 因为它的那个 变数名称是ms 那你只要中瓜糊里面的话 放个1 如果里面是放1的话 那就会取得这个字串 如果里面放2的话呢 那就取得2月 OK 所以将来 mr其实呢 我们可以把它丢到哪里 丢到ms 中瓜糊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有个ms 中瓜糊里面多个mr 意思是说 我取得一个乱数之后 有没有 我就 让它显示说 这是几月 所以你会发现 我一直行之后 它会每次跳的那个问题 都不一样 比如说我刚刚是 刚刚是跳1月嘛 那这个时候呢 我要跳 有没有 这个应该是几月 假设我输入一个错的 答错了 如果你要 due的话 就是6月 OK 答案正确 OK OK 也就是说呢 他每一次执行 都会随机跳 比如 Augr 这个Augr 几月呢 当然一样 所以每一次 他都会去捞一个 乱数的月份 OK 那一样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是 让他拆对为止 所以 一样 这个蛮万用 那当然呢 这一题的逻辑 比较简单 因为 要不是答错 要不是答对 如果答对的话呢 那就break 有没有 OK 所以哦 让他输入 那个输入部分 你会发现跟刚刚一样嘛 只是不一样的地方是 问题为 中间必须串一个什么 乱数 取得一个 月份的英文名称 这是几月 OK 然后呢 再让他比对 当然 因为我们输入的是什么 输入的是 一个数字 所以呢 假设啦 我这边输入 错误的好了 比如说9 答错了嘛 所以 假设我输入9过来 两边比一下哦 一不一样 不一样的话呢 那就 答错了 那就回到这边来 那如果答对的话 10 假设呢 我输入的是10 两个如果match的话 那应该他就答对了 那就break掉 OK 答错了 August August应该是几月 8月吗 答案正确 OK 所以呢 一定要是 输入是正确的月份 然后他才会 跳离这个回圈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另外的话 也可以顺便改一下啦 这一题的话 也可以按照刚刚的逻辑 顶多只能让他 这个 就是 拆个两次或三次吧 那怎么改 其实改的方法跟刚刚一样嘛 要不就是你把Hive回圈 改成那个什么 改成Fore回圈 要不就是什么 把它 加一个那个 C OK 请各位试试看吧 把画面再还给大家 然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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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